所謂扣減200元 是說如果它在兩個月之內 它不能夠依從有關的安排 然後連續三次 即是六個月後 我們才會進行有關的扣減 所以有關那個扣減的出現 就算在我們調整這個安排之前 實際上說最快都是8月1日後的事 既然我們都已經會考慮去檢討 一些有關的特別的補助金等等 在年底之前我們都會完成有關的檢討 所以我們覺得可以一併 最重要的問題是將它暫時押後推行 一併等我們更多資料的時候 和檢討完成才可以重新考慮 不過亦都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提供多個資訊 實際上有關去檢視那些特別津貼 或者補助金 實際上這個工作已經開展了 都好幾個月的時間 這個我們希望可以在今年年底之前 完成有關的工作 大體上的政策 那個方向是沒有變化的 不過在那個安排上 我們覺得是可以有一些的調節 是令到那個事情 是更加順利去推行 我們覺得都可以去做的 這件行動的 就算是有關的 有關的 可以讓我來做的 解這件行動的 可以讓我來看 我們先拿去